港澳捐建學校編導負渣發土交場空心鑽 五年內,兩次大地震,震碎了四川災民的心 一棟又一棟建築,臨成廢墟 在08年民村大地震,重災區廬山縣嚴重損毀,被列為危樓 當時港府曾撥款超過三千萬元建,前年底才啟用 我們的記者昨日再去學校看過 就眼望、宿舍、教學大樓等六棟建築物表面沒有大礙 門外腳踏依然硬正 表面還沒有問題,只是內部完全勝負 勝負?比雪菜還更危險 更嚴重的動物,當然不敢,我也不敢進去 究竟學校裏有多危險呢? 走進去就見到真相 長壁的磚頭,竟然是一塊塊的空心鑽 批檔磨落,我們也發現這些法寶膠碎 雖然校長堅稱法寶膠是隔二層,符合修建的要求,但我們試過 一眼即睡,用距離起場真是危危附 這裡同樣由港府給了691萬元建 外牆一樣震到爛爛,露了空心鑽出來 就算這間遊樂門當局管建 盛情可以抵抗八級地震的中學,都是德國學 當地消防人員還說,校舍已經有軟的危機 不少目前還淒身在學校操場的災民都罵爆 校舍一定是偷工減料,有學生還說怕有危險 今天不會回去學校考試 這類疑似豆腐渣工程,似乎為原本嚴峻的災情再加幾分沉重 救援黃金72小時已過 雖然通去保興縣的路,早前已經打通了 但一些毫無救援經驗,又沒有受過訓練的蒙家移工 由四方八面湧入災區,反而越幫越忙 有義工務與大救援物資走催俱的山路入園 但據知有二十多個大學生擋室路困在山,救人犯被救 救援工作勒勒亂 這被雙組官的就聖過龍,廬山縣委書記范繼藥 早前就與美克強一齊視察災情,沒有代表達個人 事後就被網民踢爆,原來他平時戴的 迷值二十一萬人仔的明彪江士丹頓 這次真是此地亡人三百兩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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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